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丰富 对不对 我跟您说啊 没有的事 人家原本就是个娇小姐 模样也漂亮 完全可以嫁个有钱人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 就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 她能够在虎营狼窝里边扎债 还能够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 甚至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人 那么她是哪一位 又是如何一步步地接近国民党权力中心 取得可靠情报的呢 咱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1938年4月14号 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张 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的照片 照片上蒋介石正在发表讲话 您仔细看啊 在主席台的右侧 有一位看着毫不起眼 正在埋头记录的女素纪元 咱们要说的就是她 沈安娜 您也看到了 她真的就潜伏在老蒋的眼皮子底下 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还得从她的第一份工作说起 沈安娜原名叫沈婉 1915年出生在江苏太兴的一个书香门第 伯父是前卿的汉林 父亲呢 也是前卿的秀才 他出来工作的那一年呢 本来是在读高中的 那么后来为什么不念了呢 就俩字 叛逆 离家出走了 当然了 人家也不是为了叛逆而叛逆 当时家里边要给他的姐姐 沈依娜包办婚姻 她就是为了支持姐姐的反抗 就跟着一块去了十里扬长大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 沈安娜懵了 这个离家出走来的时候呢 带的钱也不多 那么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不行啊 还是得学习啊 至少得学个一技之长吧 有个立身之本 机缘巧合之下 她就找了一个素技学校 学素技 您还别说啊 这个一技之长 还真不难找工作 走吧 1934年11月 国民党浙江省机关 就派人到沈安娜就读的学校 来招聘素技员了 校长二话没说 直接就推荐了 成绩名列前茅的沈安娜 招口人员一看呢 这个姑娘 文文静静的 专业素质也过得硬 可以 就你了 您想啊 这个事要搁到现在 就等于是公务员校招 还免试录取 你这还没毕业呢 就直接端上铁盘碗了 多少人得高兴地欢天喜地啊 更何况正等着 找工作赚钱谋生的沈安娜呢 那怎么再来看 沈安娜当时的反应 三个字 没兴趣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当沈安娜和姐姐 从那个苏北的小县城 来到上海这个远东 大都市以后 很快就发现 这个地方灯红酒绿的背后 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聪生 这对于接受过进步思想的 沈安娜来说 无法接受 所以当校长询问 她的想法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 当下立刻就拒绝了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过去没几天 沈安娜又突然跑到校长办公室 急急忙忙地问 那个工作还在不在 还有没有啊 我愿意去了 哎 你要问了 这是生活所迫 决定违背自己的理想吗 不对 让沈安娜改变主意的 其实是一个人 这个人是她的姐夫 前面不是说了吗 她是跟着姐姐 沈依娜一起来到上海 她姐姐来了之后呢 很快就和一位 名叫书约信的 我党地下党员相爱 并且结婚了 所以当她这个姐夫得知 她有机会可以打入 敌人内部的时候 赶紧就向组织做了汇报 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组织上很快就找到了 沈安娜谈话 希望她一定要努力 争取这份工作 直接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然后再寻找机会 展开情报工作 我当时还有一个出生子 不怕服务的那个镜头 我站起来 还有野兽的讲 我说我不怕死 我要革命 我愿意跟共产党走 我要做革命工作 我又愿意去升级情报 就这样 1935年1月 沈安娜正式进入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 担任素记的工作 这个时候的沈安娜 将将20岁 在那个没有录音录像 会议记录全程都靠纸笔的年代 反映敏捷技术贤熟的素记员 那可以说是政府机关里边 人见人爱的宠儿 所以沈安娜凭借着超快的记录速度 和一手好字 很快就在机关里边脱颖而出 站稳了脚跟 不过您别忘了 她可不是单纯来当素记员的 得收集情报啊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沈安娜 根本就无法分辨哪些是重要情报 她只能够简单的把 跟共产党有关的文件 尽可能的都全部记住 可这也不是个事啊 政府机关三天一大会 两天一小会的海量的资料 她怎么可能全部都记得住呢 那么就在她自己 也感觉到迷茫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她收到了姐姐沈依娜的来信 她让沈安娜呀 速回上海一趟 怎么这么快就召回上海呢 难道是组织不相信 沈安娜的能力吗 为了证明自己 沈安娜临走的时候 偷偷从秘书处的架子上 抽了几份有瑕疵带销毁的 油印文件 回到住处之后 她把文件铺平 叠在衣服里边 直接装进了小皮箱 然后拎着小皮箱 就到了火车站 这可真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您要知道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 那是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动不动就搜查行人的行李和口袋 沈安娜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带着这些文件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走动 不得不说 胆是真大 最后 幸好没有被搜查 她顺利从杭州抵达了上海 见到了姐姐之后 她还非常神奇地说 看我带来了什么 皮箱一打开 只见几份国民党绝密文件 是赫然摆在眼前 里头甚至有一些 涉及搅供的材料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这可把姐姐沈依娜给吓坏了 嘴里那是不停地数了 说你这个冒失鬼 怎么一点都不遮掩呢 不是每次运气都会这么好的 尽管沈安娜算是出战告捷 打响了情报生涯的第一炮 但是组织上对她这种 大大咧咧的态度 那并不赞同 提出批评 这次让她回上海 也证实这个原因 希望能够对她进行特训 所以专门给她引荐了 一个人 谁呀 这位同为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 华明芝 由她专门负责指导沈安娜 如何甄别和获取 有价值的情报 以及怎么把情报伪装 秘密地藏起来 当然了 也是为了让她跟安娜对接 方便情报传递 就这么着 两个人一块离开了上海 为了不引人注目 他们经常假扮成情侣 有的时候在茶馆见面 有的时候漫步在西子湖畔 时间一长啊 工作当中就出现了 小插曲了 估计你也猜着了 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啊 又是年轻人聊着聊着 就感觉相见恨晚 于是乎真的相爱了 1935年中秋节 经过我党组织的批准 两个人正式结成了革命夫妻 这对生活当中的好伴侣 工作上的好搭档 在之后的时间里边 通过各种办法 把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 本以为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 小心谨慎地工作下去就可以了 谁知道 1937年底 杭州沦陷了 沈安娜夫妇 随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迁到了山区 按说这个时候更加需要情报 好让组织上知道国民党的动向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沈安娜 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辞职了 怎么回事不想干了 下节目 昔日上司身居高位 亲自批准特别党政 上线被捕 小心试探 沈安娜将如何应对 重重考验 江西卫视经典团集 正在为您解闭 上节说到 组织上为了让沈安娜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拍了一名叫华明知的地下党员 帮助她没有想到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理想 真的走到了一起 结为了革命夫妻 就在他们以为工作进入理想状态的时候 杭州沦陷 他们不得不跟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迁到山里边 按说这个时候更需要沈安娜夫妇的情报传递 可是沈安娜这个时候却交上了辞诚 怎么回事呢 当然是事出有因 是这样的 在他们进入山区之后 就跟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即便是得到了情报 也不知道该往哪传递 夫妻俩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此时 他们发现国民党的中央机关 已经迁往武汉了 而中共也在武汉 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为了寻找组织 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沈安娜当即就决定辞职 和丈夫化名之一起 动身去了武汉 当然了 这事说起来容易 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就说出来了 但是做起来 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你想想看 时局动荡不安 诺大的武汉三镇 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组织呢 而且就算找到了 这会儿工作也没了 又该怎么继续潜伏任务呢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找组织 这事啊 敢巧了 有一天沈安娜 正在路上走着呢 竟然偶遇了丈夫化名之的 入党介绍人鲁思成 这个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就这样 沈安娜夫妻俩 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了 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工作没了 那就等于失去了情报来源 辞职容易 再想找到 这么容易得到情报的工作 可就难了呀 那么该怎么办 思来想去 沈安娜决定去找一个人 谁啊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 朱家华 找他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 做宿记员的时候 因为写的一首好字 受到了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华的赏识 如今老上司已经高升为 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了 沈安娜就想 去询摸个差事 应该不难吧 说干就干 很快他就走进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 找到了朱家华 这朱家华一件事 沈安娜来找他 立马是没开眼笑 先是不停地夸奖 他是有为青年 接着听说工作没了 没有问题啊 我给你安排上 正说到兴奋的时候 朱家华突然眉头一皱说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吧 这可不行 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 那必须得是国民党员呢 沈安娜听了这话 那顺杆子往上爬 多机灵的人呐 这事说起来挺遗憾的 我在浙江的时候 还年轻没人提点 不知道现在加入 算不算完呢 朱家华听了哈哈一笑 马上指示秘书 赶紧给办了 而且要走 特别入党手续 快捷审批那种 跟您说啊 这种因有醒目的 特资的党政 可就帮了沈安娜的大忙 您要知道 这种特殊的国民党党员政 一向是被认为是 有后台 有来头的人才能办的 这朱家华等于是 给沈安娜穿上了 金钟罩铁布衫呢 本以为这已经够幸运的了 谁知道更让人惊喜的 还在后头 自从沈安娜来了以后 朱家华每次做报告 都点名要沈安娜 做自己的宿记员 那么 兼任中统局局长 朱家华的讲话稿呢 以往都是由 亲信秘书杨公达来起算 可是时间一长 这个杨秘书呢 这个人性的弱点啊 泛懒 而且还想出了一个 泛懒的偷懒的 他认为绝妙的法子 说有一天 他把沈安娜专门叫了过来 说 这个局做的讲话稿 讲话之后你速记 速记完之后 是不是还得整理啊 是啊 干脆这样 你就直接把讲话稿起草了 我再修改一下就行了嘛 这样 大家都省事 沈安娜一听这话 那太高兴了 满口答应 好好好 杨公达自以为占尽了便宜 偷了懒 是吧 省了事 可是他哪里知道 自己这是给沈安娜在铺路呢 您想啊 当中统局局长朱家华 大谈特谈 如何对付共党的时候 他怎么会想到 自己的报告 就是出自共党之手呢 太神奇了 我觉得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在他做报告之前 一份更加全面 更加详细的报告 已经传递到了 所谓共党的手中 说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要问了啊 这个沈安娜的潜伏工作 是不是太顺利了一点啊 跟咱们在影视剧里边 看到的那些紧张刺激的 危险情节完全不一样啊 我跟您说啊 危险当然有 在后头 1942年的一天 沈安娜带着收集好的情报 来到约定地点准备传递 可是谁知道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联络人徐仲航并没有出现 那个时候的情报交接 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 也就是说 沈安娜和组织之间的联络人 只有徐仲航一个人 他只能把情报 交到徐仲航的手上 当天没有等到 沈安娜决定沉住期 再等等 没想到一连等了好几天 始终没有徐仲航的消息 手上攥着重要情报 那就是传递不出去啊 沈安娜急得是坐立不安 怎么办 思来想去他决定 铤而走险 直接给徐仲航的工作单位 郑中书局 发出一封试探信的信 上头写着 孩子有病 借你的钱下月再还 您估计也猜到了 就是这封信 让沈安娜陷入了险境之中 信发出去 没几天就有两个特务 来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的办公室 他们倒是也没啰嗦 直接拿出了沈安娜寄给 徐仲航的那封信问道 这可是沈小姐写的 徐仲航是共党 他借钱给你 是要收买你吗 本来沈安娜 见到他们进来 还挺紧张的 可是听到特务这么一问 他心里就清楚了 对方除了这封信之外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什么证据了 这个时候沈安娜 把脸一捧 严肃地说 这点钱就能收买人吗 再说了 人家是郑中书局的堂堂处长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共党啊 特务听了之后 立即回答说 他可藏有好多反动书籍 这话一出来 沈安娜就知道他们的底牌了 接着撂下一句 信的内容你们已经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直接去找 朱局长报告好了 说完故作潇洒 扬长而去 听他提到局长 这俩小特务直接傻眼了 回去以后赶紧调查才知道 原来沈安娜是朱局长的老部下 甚至还是他亲自介绍的特别党员 这下下都不敢再查了 本以为事情到这 算是过去解决了 谁知道有一天 沈安娜在办公室来了一个新来的职员 突然走到沈安娜的桌子旁边 故意大声地喊了两句 徐仲航被枪毙了 徐仲航被枪毙了 好在沈安娜对他早有同位 立马意识到这肯定是特务在实诈 他当即把手上的钥匙啪的一声 往桌子上一拍很严厉地说 你什么意思 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没什么意思 你不是认识他吗 我就跟您说一声 沈安娜看都没看他一遍 眼皮不假 轻描淡写地说 我知道了 走吧 下班 这个时候的沈安娜 其实内心已经紧张到快撑不下去了 因为如果徐仲航真的暴露了 那么他的处境也将岌岌可危 倒不是担心徐仲航会出卖自己 而是自己一度出手帮过他 恐怕会留下证据痕迹 是这样的 当初徐仲航想在国民党内 要一个掩护身份 沈安娜就帮他申请了一个 国民党的特别党证 没想到证都还没办下来呢 徐仲航就被谋 这个事对沈安娜的处境是十分之不利 果不其然 徐仲航出事之后 兼任郑中书局董事长的国民党 中央党部财政处处长 得知自己的属下 既然是共党 而且还跟国民党中央党部有联系 很快就查到了沈安娜 帮助徐仲航办理特别党政的事 立马找到了沈安娜进行谈话 那么这一次沈安娜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她能否顺利脱险呢 夏节接着说 特务追查组织失联 情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过度劳累 身患重病 沈安娜是如何一步步坚守了下来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沈安娜的联络人徐仲航被捕 这样帮助过徐仲航办理特别党政的沈安娜 陷入了可能暴露的险境 很快这个徐仲航在书局的上司就找到沈安娜进行谈话 不过经过了几番交谈 甚至于可以说是几番交锋吧 也没谈出个所以然了 再加上他们仔细调查了沈安娜的底细 得知他是朱家华的老部下 而且进入中央党部之后 已经生过两个孩子 生育过两次 他们就想 没听说过哪一个脱家带口 挺着个大肚子 还来干卧底搞情报的女特务 这事不可思议 于是乎也就没有再查下去 不了了之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也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 沈安娜的工作呢 也跟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即便是机密会议 也仍然是让她做宿记员 看来危机的确是已经过去了 按说雨过天晴 沈安娜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了吧 可是后来的她却说 危机过去后的那几年 反而是她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了 但是中共中央为了保护 沈安娜和华明知 决定暂时不再分派任务给他们 也不再派人联络他们 具体工作安排就三个字 等消息 就这样夫妻俩再次中断了 和党组织的联系 尽管如此发现重要情报之后 沈安娜还是会不断地收集 在她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 她是这么说的 我待在十平米的房子里 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 更让我感到悲痛的是 我冒险搜集到的情报 因为没人来取 不得不亲手毁掉 三年间 她陷入了走己整理 密藏情报 情报失教之后 在销毁的循环之中 每当她点燃以生命为代价 获起来的情报时 她总是一边烧一边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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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久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晚上 门铃突然响起 那烂熟于心的暗号声 尽管很轻 却让他们俩浑身一震 华明知赶紧跑去开门 果然站在他们面前的是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的吴克坚 三年来的心酸和委屈 让夫妻俩紧紧地抓住了老吴的手 千言万语 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接下来的时间里 沈安娜如愿恢复了情报传递工作 直到1949年4月 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知 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 夫妻俩这才回到了上海 同年5月上海解放 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谍报生涯 正式宣告结束 事情说到这儿 关于这位传奇女间谍沈安娜的故事 就说啊 其实像沈安娜这样 长期隐藏在敌营的无名英雄 还有很多 甚至有些人的身份 至今都没有公开 但是他们的功绩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